哈囉大家好 我是Ticker邦側派人Molochel 外面這麼熱 大家都在家裡幹嘛 當然是吹冷氣打電動啊 蛤 什麼 你說你的筆電跑不動了 沒關係 跟我走吧 我們今天來介紹這一台 Azer Predator Helios 300 Predator是Azer旗下的電競品牌 而這一台呢 它是以太陽神 Helios命名的 它有搭載 第10代Intel Core i7處理器 以及NVIDIA GeForce RPX系列獨立顯示卡 加上超高刷新率的螢幕 所以在硬體規格上啊 可以說是全面升級 接下來要來介紹這台筆電的外觀 這台筆電呢 它是以Sensor作為主色調 搭配金屬材質 前端還有做小切的設計 加上我們熟悉的霸氣掠奪者Logo 旁邊再加上兩條帥氣的線條 是不是覺得低調沉穩啊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 簡約不花笑風格的朋友呢 那這一台一定很對你的胃頭哦 那看來看 鍵盤是做全黑色系的設計呢 它是全尺寸的RGB背光鍵盤 額器啊 鍵盤打起來非常的軟Q 這一點我超喜歡的 玩遊戲常用到的WASE鍵呢 它也有特別做凸顯 讓玩家在玩遊戲手指定位的時候 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往上一看 主點六寸的螢幕加上窄邊框 整個畫面填好填滿 看起來就是舒服 再來我們看一下它的側邊 分別是左側的RZ45網路孔 兩組USB-A 一組耳機麥克風孔 右側是一組USB-C 一組USB-A HDMI 和Mines Display Port 位置上算是相當齊全了 它的充電孔是在機身的後方哦 所以你在充電的時候 不會覺得電源是插在兩側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干擾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不錯的老巧思 另外 出風口是不是很帥啊 出風口它是做多層式的網格設計 讓你的視覺有不同的變化 外觀之後我們來講 遊戲體驗15.6吋的4HD螢幕 它有14Hz的刷新率 和3毫秒的超快的反應速度 讓你的畫面非常的順 像我自己啊 在玩遊戲的時候 我就覺得畫面非常的流暢 角色在裡面快速移動的時候 都不會有餐飲 遊戲玩場要順 除了這些以外 當然還是要有硬體的加持啦 它搭配Intel 第10台處理器 還有AVIDIA GeForce RTX顯卡 這算是蠻高階的配備 在RTX顯卡的方式上呢 你的遊戲畫面會更細緻更豐富哦 PDS300配備 16GB的記憶體 加上512GB的儲存空間 以及電競等級Keyler Wi-Fi 6的無線網路卡 讓你的連線更穩定哦 我來講講幾個 這台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像是Pretty的Sense 還有一件超頻的Turbo鍵 最後是散熱 其中這個Pretty的Sense 就像是筆電的中控台 像是監控CPU和GPU的運作 情況和溫度 或是調整RGB鍵盤的燈效 再來也可以控制風扇 提供三種不同的模式切換 你也可以同時開啟Cool Boost 將散熱開到最大 說到散熱啊 大家在挑電競筆電的時候 會非常的注重對吧 這一次呢 就可以看到Acer下族的功夫 他們在機身內內建了 第四代AeroBread 3D 金屬風扇刀鋒素的技術 強化器哦 讓筆電的熱氣都被帶走 再搭配剛才的Cool Boost 將你的風扇都打開 維持筆電系統的高效能與穩定哦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台筆電的三大特色吧 第一個當然是質感外觀 這台筆電非常適合低調 又有點想要小變化的朋友哦 再來第二燈當然就是規格 硬體規格大大升級 變得非常的強烂 你要玩什麼主流遊戲 通通都是小差異點 最後呢就是散熱啦 散熱 真的非常有感哦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 按起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哎唷 我進來囉 它這一台黑S300啊 它是有 什麼 我想一下 喜歡玩遊戲的朋友 千萬不要做過 先復優 你是復優 怎麼了 沒問題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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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你沒有了 你沒有了 我沒有了 在不說 我沒有了 我沒有了 感谢观看